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九岁的生活中 每个人都有一个孤独的灵魂 夜深人静之际 难免希望能有这样的一个伴侣 彼此以泛有的身份在一起 以朋友的情意坦诚相待 以亲人的爱去温暖呵护 这便是最理想的状态 也是结婚的最初缘由 让自己更幸福 可是在很多人那里 结婚证却成了人权出让输 双方在婚姻的牢笼里成了挥舞宝剑的狱卒 走不出去 停不下来 互相厮杀 彼此伤害 那如果真的到了这一步 其实呢 放手才是最好的选择 那放手以后呢 二婚还是复婚 哪一种更幸福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问题 据我观察呢 二婚是否幸福 很多取决于两个人相爱的时间 如果一方在婚内和对方相爱 那便是出轨 而另一方则甘当小三 有这样的一段经历 人品上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 都说爱上一个人 始于颜值 显于才华 终于人品 如果一个人的人品有问题 不管两个人暧昧的时候 表现得多好 结婚之后都会露出马脚 我的前半生里 玲玲在婚后 让陈君生看到了 自私自利的一面 小舍得礼 南建龙出轨 就是因为想找个人伺候自己 这让蔡菊英几十年间 都常常体会着 免费保姆的心酸 所以呢 婚内出轨 导致的二婚 多半都不会幸福 反之则相反 我们身边有很多 二婚成功的案例 同学小张 曾经有过一段 并不成功的婚姻 离婚之后 惊人介绍 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两个人经历了 之前的失败感情 都变得更加成熟理智 也更懂得 什么才是自己 真正想要的感情 婚后 他们彼此全身心地 在这段感情里 付出所有 女方对丈夫 更加宽容大度 男方对妻子 更加温柔体贴 两个人很快 就有了爱情的结晶 一个可爱的女儿 所谓婚姻 不过经营 所谓长久 不过其心 吸取失败经验的二婚 幸福的概率 真的挺高的 复婚是否能幸福 那取决于两个人 能不能改掉 过往的不恰当举动 不计前嫌 珍惜当下 现在的很多年轻人 在懵懂的时候结婚 婚后 机灵狗碎 像一块 像皮擦 磨掉生活和婚姻的 所有光彩 发现彼此在一起 收获不了幸福 又坚决地离了婚 时光荏苒 兜兜转转 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 慕然回首 发现最适合自己的 还是原配 三世而已里的 钟晓芹和陈宇 就是很好的例子 分开后 经历种种事情 发现心底 还爱着对方 之前闹矛盾 其实的根源 还是陈宇的不懂经营 她以为结婚是 自然而然地 躲进避风港 却不知 婚姻是双方 一起搭建避风港 那明白了这些呢 我相信 他们复婚之后的生活 会变得更加甜蜜心肤 而有些夫妻则不同 复婚以后 依旧吵吵嚷嚷 甚至忍不住 翻出之前的旧账 莫言在《生死疲劳》里写道 世事犹如书籍 一夜夜被翻过去 人要向前 看少翻历史的旧账 不向前看 惨淡的悲剧婚姻 便很难避免 美好的爱情 不会败给生活 也不会输给诱惑 不论是二婚 还是复婚 两个一起努力 把幸福灌进柴米油盐 其实都能收获幸福 点亮再看吧 愿你不仅有无悔的感情 更有谨慎成熟的婚姻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文月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文章 记得分享到朋友圈 或者是在文章底部 留言互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